网上就来了 顺便看一下能回去多久 等等等等 就算真的能回到十年前 你干嘛选择在这儿啊 上次回去差点没吓到他们 这是客厅的洗手间 一般没人来 你懂吗 这么巧 来家里做课 小说新开头 加油 帮助您啊 上次坐机的入水 我好像看见我姥爷了 老婆 已经到时间了吧 十年你一个人 同学说 谁会让我来怎样 别让我来 来 多分 你 别 我 我 我 你 等会儿啊 你去哪儿啊 还要多久啊 你怎么又来了啊 你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 还是家住这附近 听得懂我说话吗 上次我就觉得你不对劲了 你亲我妈要亲我 现在想亲我老公 我不是要亲她 她就是我 我 我就是你老公 你十年后的老公啊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了 你家电话毛几号 我叫你家人来接你好不好 都十年了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对别人那么温柔 对对对 我都没变 你电话毛几号 你饿不饿啊 吃了没 还来啊 你老公不会死 他一定会活着 我知道 他在里面呢 记住我说的话 三月二十五号千万不要开车 不要上路知道吗 费勒文 你一定要活下去 整整十年我们要见到 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往过来的 家欣 你记住我说的话 你一定要活着 一定要活着 活着 我以为爱到最后 不会心碎 家欣 我真的好想再看到你 你一定能活下来 一定能活下来 爱你一个人 才为你放过一波 还是必须见 看来我从哪里回去 就会定点回到哪里 差不多十分钟 想见你还是没有我 不知道他背着什么 这回信了吗 这回信了吗 疯了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我跟你一起疯了 以后我们肯定要关在一个精神别院 都不好还是关在一个房间 十年前你在我家客厅的洗手间见过我 还记得吗 小说新开头 加油 糟了糟了 我刚刚还没有这回忆呢 你在洗手间里写了一个小说的开头 女主角叫高丽美 对 我当时好像有过灵感 可是后来手稿丢了 你可以继续写下去了 自己没错吗 原来在你那儿 我拿回来当作证据 骗人 你肯定是长时间才拿出来的 自己还没干